跑男第六季最搞笑游戏,陈鹤狂风中吃面,陆海泥山中跌出抬头文。 在第六季奔跑吧,兄弟中有许多非常搞笑的,好玩的游戏,虽然剧情没有以前那么搞笑刺激了,但是跑男兄弟团在游戏中所表演出的叛命与搞笑,还是非常令人佩服的,那么今天咱们就说说截止到目前为止,那些好玩的游戏,看完这些搞笑的场面,你开心吗? 首先是最新一期中,陈鹤在节目中挑战狂风中吃面,只见他在强劲锋利的狂吹下,就连想站稳都非常困难。 而他也学习了猫王在唱歌时的抖腿,还好有他的体重在,所以不至于被风吹走,非常的可爱,当他夹起面时,面就被吹向了旁边。 当他喝水时,水在嘴边顿湿成了人体腹部,这个画面,我待看的时候,笑得都快不行不行的了。 在一个比较搞笑的游戏,是在上一期中,陆寒与正凯赛跑,看水跑得快,当他突破档板之后,没想到后面等待他的却是一个泥潭,而他也毫无防备地跌在了泥潭当中,一身都是泥,尤其是他的表情。 看他的额头,都被跌出台头纹了。 还有一个游戏就是爆炸酱油炒饭,当陈克与李晨,陆寒,还有正凯四个人都带住神秘的任务坐到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时候,他们都争住把酱油炒饭转到别人的面前,就是以免爆炸时见到自己,可是当真正爆炸的时候, 每个人都没能幸免,不过,这个场景确实不好,有浪费粮食的嫌疑啊。 下面这个游戏,则是一人坐在中间的地上,两个人坐在他旁边的两把椅子上,中间的人去打两个人的小腿,而两个人分别拿一个拖鞋去打中间人的手。 在这个游戏里,陆寒都被打傻了,真的是太好玩了。 这个拍退任务,真是太好玩了,兄弟团也是玩得非常尽兴,尤其是陈克与李晨,玩得那是相当好。 小伙伴们,你们喜欢这个游戏吗? 有空的时候,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玩哦。 最后一个好玩的游戏,看着虽然搞笑,但是也为兄弟团的胖命点赞,尤其是Angela Baby还因为生理期致淋了一次水而在网络上备受质疑,什么玩不起就不要玩,就不要去赚这个钱。 还有别人在生理期也敢于下水啊,为啥Angela Baby这么矫情呢? 但其实这个游戏中最惨的是沙翼,他被淋的可以说是体无完肤。 当然,他们不仅被水淋,当嘉宾说到某个特定的词或者动作的时候,他们还会被谈移给挡到后面滴水中,真的是太搞笑了。